僱傭兵集團瓦加納首腦普利哥任 6月底向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動兵變 不過僅僅一日就宣告放棄行動 其後兩個月行蹤成迷 只是發表過一段相信他在非洲拍攝的影片 直到星期三 一架私人飛機在俄羅斯墜毀 機上10人傳報罹難 乘客名單包括普利哥任和其他瓦加納高層 令俄羅斯總統普京被外界懷疑是墜機的幕後黑手 不過扮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星期五接受傳媒訪問時就爆料 說他一早知道有人要暗殺普利哥任 並且經普京通知對方 普利哥任事後也確認已經收到口訊 盧卡申科以此為普京辯護 說罪機事件絕非普京所謂 不過俄羅斯至今未公布黑合紀錄 也沒有正式證實普利哥任在空難中喪生 普京空難後發表的講話中 正向死難者家屬致以慰問 提及普利哥任是一個有才華 但曾經犯過很多嚴重錯誤的人 未有明確確認普利哥任已經身亡 加上飛機墜毀原因未明 令到事件更添迷霧 哈利姆林宮發言人 星期五宣布 普京因為日性繁忙 下個月不會參加G20領導人峰會 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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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月